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菲莉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 準備好未呢? 全心節是在《馬太福音》 25章13節 經常記著說 所以你們要警醒 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今天的訊息是 上帝家庭的成員 經常準備耶穌的福林 你有沒有試過等很久 等你期待發生的事呢? 你有沒有試過等你的生日 又或者暑假的來臨呢? 你有沒有倒數過這些興奮的日子來臨呢? 你有沒有計劃 還有幻想住那一天會是怎樣的呢? 在我們今天的聖經故事裡 十位年輕的童女 等待著婚禮的開始 他們已經等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我希望他能夠快點來到 其中一個年輕的童女打哭了 我們已經等了好幾個小時 我想他很快來的了 另一個童女鼓勵著大家 或者我們應該坐下來一起休息一下 這十位童女坐下來 稍微的放鬆了一點 他們知道婚禮的隊伍會經過這條路 他們要跟隨隊伍和賓客們一起出席婚禮 但他們想不到要等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其中五位童女認為要準備多些油會好些 他們真的不知道新郎究竟什麼時候會來 但另外五位覺得新郎不會這麼遲才到達 所以他們沒有在他們晚上要攜帶的器皿裡 準備多些油 當他們離開家時 他們的油燈是滿的 所以他們覺得夠了 就是這樣五位童女準備了多餘的油 而另外那五位就沒有準備 隨著天色越來越暗 但卻是絲毫沒有新郎要來到的跡象 童女坐在一起 談天說地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他們一個個開始覺得很睏 每一段時間睡了 打哭了 全部睡著了 突然之間他們被歡呼聲吵醒了 快點來跟我們一起迎接婚禮的隊伍 信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 每一位同女 每一位同女都馬上拿起油燈站起來 快點來,我們要為我們的油燈加油 要不然我們就要錯過婚禮 其中一個在說 五位有預備多餘的油的同女 就馬上把油燈加滿油 但另外五位沒有預備多餘油的同女 就發現他們的燈快要熄滅了 可不可以分油給我們? 他們祈求對方 我們不想錯過婚禮 但五位預備好的同女都無能為力 我們願意分油給你們 但我們用了所有油來填滿我們的燈 我們已經沒有剩下了 不如你們快點去賣油的地方買吧 這五位需要油的同女就匆匆忙忙去找油 他們的朋友也跟隨婚禮的隊伍參加了婚宴 在深夜裡要找到賣油的人實在不容易 當他們買到油,然後趕到婚宴的時候 大門已經鎖上了 開門,求你讓我們進去吧 他們一邊呼喊一邊開門 新郎親自來到門口就說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們是誰 他說 我的朋友也和我一起入籍了 他們轉身把門關掉 這五個失望的同女站在門外 就像年輕女子在等他們的新郎 我們不能依賴於別人的選擇 所有人都有選擇對耶穌說是 和為祂的再來做準備 我們通過每一日做明治的選擇 來做準備 每一日讀經和討告 每一日都選擇跟祂成為好朋友 當耶穌再來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準備好了 我今天準備好了 我今天準備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